大家好,又是我鮮鮮,和大家職人吹水 鏡頭前面就是觀塘海濱公園 很開心,再一次帶回頭盔,當然是帶大家去威風 近一年,我都沒有什麼時候上載單車的影片 不代表我沒有踩單車 我日常都是晚上外面踩街,我們很少拍攝 適防現在跟大家分享多一點做運動 來到觀塘海濱公園,大家看到後面嗎? 這裡就是郵輪碼頭,避風塘一帶 旁邊有一個貨倉區 這裡還沒有在海濱公園之前,是一個廢紙回收 環保的碼頭 今天我們的目的地就是沙田 不過出來這裡就踩一轉遊輪碼頭 和大家吹水 我們就在觀塘海濱公園出發 我們就在觀塘海濱公園出發 第一轉我們進去兒童醫院 生起的 踩了一分鐘都不夠,來到我身後 叫做香港兒童醫院 這間醫院剛剛生起的 剛剛開始運作 前面那條路就是郵輪碼頭 必經之路 踩了十秒都不夠 來到兒童醫院門口 我自己很感恩 我病重的時候 得到一群很好的醫護人員照顧 香港的醫護人員真的值得我們支持 在兒童醫院大約踩了三分鐘 我們就來到 郵輪碼頭頭的位置 我從身後這條路走進來 我上高在看什麼呢 叫做輕軌 一條鐵路 一條鐵路走進來 我身後這條路就是臨海一帶 在後面我跟周星馳劉德華拍賭盒 這條路 約踩了一分鐘左右 真正來到 碼頭的位置 很多人都會問 星星你也有趣的 這個叫做碼頭? 這是以前舊機場的消防局位置 我身後這條路是一個碼頭 這是什麼碼頭呢? 在觀塘那邊 渡海小輪 每個人假日都會有船經過這裡 可以上來 去真正的郵輪碼頭 現在這條路是一個網紅的打卡點 這邊是郵輪碼頭 其中一個位置 在外面 來過一點 去整個 遊艇停拍區 我們剛才是在對面那邊起步 下距過去 這邊一直跳 逆走 走經過兒童醫院 再走經過這邊 一路走進來 又在郵輪碼頭,然後轉過來 今天星期日,看看很優整的海面 看看是否有魚跳上來 正到郵輪碼頭正門位置 大家看看是否很舊,很破落 剛才生起不久,還沒用 有些好像鬼屋一樣 不知道今天上高的公園沒有開 如果有,可以上去看看 這邊再走過去,就是碼頭最前頭的位置 由頭走到尾,以前是機場跑道 現在變成海賓公園 有個地標,是飛機 在郵輪碼頭,每個人都在這裡 最好在飛機附近拍攝結婚照 我出現在也很開心 我十次出來,有八次都下雨 大家看看天色,是否很開心 我經常說,下雨為何怕,明天就會更好 明天就會更好 明天會更好,明天會更好 我拍攝一下飛機近鏡給大家看看 是否很棒 走過兩分鐘後,走到尾,真正正的 由輪碼頭頭的位置 頭的位置,有甚麼要看呢? 看看這裏 看不到就看看這裏 這裏是三家村 那裏是麗港城 那裏是觀塘 以前舊觀塘碼頭 那裏是海賓公園 最有名的麵粉廠 這是最佳的打卡鍵 看照片便知道 後面還有電梯,可以上到上高那裏 參觀一下 看我星星頻道,我經常講 健康的生活 減行飲食 每天都有適量的運動 一個人顧本是最重要的 出來這些地方做緩步跑、吸收新鮮空氣、增強心肺功能 對現在是很重要的 我就出去操車,今天的操車影片到此為止 下一個視頻再和大家說喝說吃,拜拜